3月31号 大纪元旧金山分社在中国城举办了研讨会 邀请学者评论人士分享读书心得 请看详情 适逢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新书发表 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人达到三亿之计 3月31号 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的研讨会上 与会嘉宾指出 这本新书让人更加清楚地知道 危害人类长达百年的共产主义的真实目的 正像文章所揭露的那样 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邪灵 这个邪灵在世界上漂浮着 毒化了许多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深受毒害 这个邪灵浮着在人类社会上 它就成了一个毒瘤 我们知道有癌细胞 从人类社会这个角度看 共产党它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癌细胞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 终极目的一书在九评共产党的基础之上 直接点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 东西方文化最正统的东西 中共为什么要毁灭它 因为它要 它自己要当老大 它当了老大的目的是什么 它要实现马克思当年的那种 这个创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最初的那个想法 它要毁灭人类 它要信撒旦呢 它不就是去撒旦 撒旦在哪里不就下地狱吗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惠虎宇认为 由退党大潮引发的一系列积极效应 正在推动中国社会 发生文化等层面的转型 我们建了中国的道德体系 为未来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 奠定了厚德载务的基础 我们有一次在外面也是办活动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主动地跑来找我们 他说我就是一直要早退党 一直要早退党 他说今天总算看到你们了 赶快给我退 与会人士呼吁中国民众 要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尽快三退保平安 走回传统文化 得到神的眷顾和救度的机会 新唐记者林习元李书健 就近参采访报道 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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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